接下來我們要叫的東西叫做噪炎礦物 這一些全部存死背 請各位認真努力背 第一個常識 常識它寫個長方體 兩個近乎垂直 實際上它是 如果節理垂直叫做正常識 如果節理沒垂直叫做斜常識 不過我們就不分了 兩組節理大概垂直就對了 然後呢要背 背 它是地殼中含量第一位 以前就跟你講過就寫過了 背 地殼中含量第一位的照顏跨路 要背 已經有寫過了請背下來 另外 印度比石英小子玻璃大師看看就好 沒有關係 另外要背的心事 它是做陶石的原料 後面會告訴你常識會風化成高陵 高陵主來做陶石 所以它是做陶石的原料 因此它可以做成調和板 不然你畫這個調和板 然後呢 後面是康泉板撥起的 你看看就好 有一種稀有的天和石 一種常識的心掌 看來對不對 重點是 重點是 它是 地球含量的第一位 重點是它是做陶石的原料 它有兩個 節理 OK 下一個叫做十一 十一呢是六角形柱狀沒有節理 它的筋形啊 不光仔細說 叫做六角形柱狀兩關層六角錐 六角形 來看有沒有 尖尖的 尖尖的有沒有 尖尖的 所以一根六角柱 然後中間收起來 變尖尖的 所以 完整的寫法叫做 六角形柱狀兩關層六角錐 然後呢 沒有節理 然後 長得好看的 十一叫做水晶 好 長得好看的女生叫做西施 我忘了叫恐龍 但是都是女的 沒有差 都是女的沒有差 長得好看的 長得好看的 十一叫做水晶 馬腦也是跟水晶有關係 那水溶液啊 水溶液啊 拉拉拉拉拉的 OK 好 驚醒 六角形 好重點 含量第2位 以前也背過 以前是你以前叫你背 第2週含量第2位的照應防禦 好 十一重點沒有節理 十一重點沒有節理 十一重點一個含量的第2位 然後 背過的東西 十一應該透明無色 但是因為含有三下體力 F1三陣會呈現紫色叫做紫水晶 剛才有跟你說過 讓你背 另外他背的是他用 十一砂做玻璃 十一砂用來做玻璃 十一砂做玻璃 好 OK 十一的重點1 一個含量第2位 重點2 十一砂做玻璃 重點3 紫水晶 還有3加 點1 重點4 他沒有節理 OK 下個叫漁木 漁木十六角形片狀 下個重點 他有一個非常發達的節理 你可以看到那個照片上 有沒有覺得他看起來是一層一層的 看起來是一層一層的 他那個發達到 很容易就用紙絲成一片片的薄片 可能用紙絲成一片片的薄片 所以他有一個非常發達的節理 是他的特徵 要記 我很久以前 會給學生傳一傳 看那個礦物 傳傳礦物標準 後來就不做這種傻事 因為常常那個 出去的時候是一塊 我還是會變三塊 原來那個十一砂 由於就是分離的話 可能就會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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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一個 他的特徵 有一個非常發達的節理 要背 背過了 我們講過漁木有兩種黑漁木跟白漁木 沒有教過白漁木為什麼要白 但你教過黑漁木為什麼可以 因為還有鐵跟 還有一個要背的叫做這個 絕緣隔熱材料 漁木 絕緣隔熱材料 我不知道三年級 你跟老師在教電力學的時候 會不會補充電容器 有一個板子寫正電 有一個板子有負電 然後靠正部相吸 可以把電拋在裡面不會動 可是正跟腹不能 碰在一起 綜合料 中央夾一層 絕緣物質 一層薄薄的 所以可以放 黑漁木 或者是放漁木 漁木可以吃得非常的薄一點 所以他做絕緣隔熱材料 就是他的重點 我跟你說過 唐巡 石鹰跟雲 是花崗鹽的成分 飄到他的時候 他的重點就要被我們積心 誰含量第一位 誰含量第二位 有什麼用 常識做陶瓷 石鹰做玻璃 雲木用他的絕緣隔熱材 要背 聽到嗎 石鹰和石鹰 這十個都是重點 灰石 小閃石 現在應該不會懂 五十後喜悶 因為這兩個玩意要很像 這兩個玩意要很像 外表上非常像 只有一點點不一樣 一個不一樣 筋形的長處狀 一個短處狀 第二個他都兩個結尾 角度不一樣 一個120度 一個90度 如果你真的要背 很好背 是多的就多 腳閃石三個字 進行長處狀 灰石兩個字 進行短處狀 上面都長短就短 OK 再來 腳閃石三個字 這個角度120 三個字 120腳閃石 灰石兩個字 最重要 90 所以灰石90 腳閃石 100 但這個現在考機會非常 少 以前很愛 因為來考研究竟他來很像 有點不一樣 現在其他這個字 藍藍石 基本上一個有顏色的字都沒有代表什麼意思 重要 空有一件事重要 有一件事重要 地質學上 用顏色的字 顏色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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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代表顏色 用石這個字 代表荒物 所以學過地科以後 不要再跟我說 大理石大理石大理石 不對 大理言 石灰言 因為顏色要用 顏色 然後呢 但是如果你跟我講大理石 我還是知道你在講什麼 但是 橄欖石就不一樣 因為有一種礦物叫做橄欖石 有一種鹽石叫做 橄欖炎 你想告訴我橄欖炎 嘴巴一直講 橄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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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人家講這個 我以為人家講這個 誤會又大 所以 學過地科之後 鹽代表的是岩石 石代表的是 荒物 多年以前 很多年前 學生去畢業旅行 不知道為了什麼行程 做了調整改變 到高雄 學生跟我說 他們去參觀一個沒有泡的泡台 去那邊跟沒有泡泡台 然後那個學生 故意要整那個導遊的先生或小姐 就問他說 啊什麼是鹽 什麼是石 大顆的叫做鹽 小顆的叫做石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鹽石叫做鹽 礦物叫做石 不是大顆的叫做鹽 小顆的叫做石 不是這樣 好 那學生跟他故意整那個 整那個導遊故意要問他 然後來看看 好 再看看就好了 方解石 菱形 那個不重要 重要是他有三個節理 我們學過最多的 最多的 好 然後 印度三 看看就好了 也不太會考 重點是這個 它是碳酸鈣 記得石灰炎嗎 碳酸鈣的化學沉澱 所以 礦物成分叫做什麼 方解石 所以方解石的成分也是誰 碳酸鈣 如果遇到CN酸會冒泡泡 遇到C酸會冒泡泡 好 這是他的特點 方解石還有一個特重的這個 這邊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得見 因為你投影片可能看不清楚 那他有兩 有兩層字 有看到嗎 他字有兩層看到嗎 這叫做雙折射現象 那也是方解石的一個特徵 不過自從偉大的學位我們國中是 不管了 重點是他碰到了 重點是 他碳酸鈣 碰到CN酸會冒泡泡 這是他的重點 OK 好 要記 黏土礦物 上面那五個字是古時候愛好 現在應該歸 黏土礦物的結晶非常的細小 他就是要 風化繩很 顆粒非常細小 256分之中的以下 所以要用電子顯微鏡觀察 也因為已經結晶顆粒這麼細小 所以也不用談什麼金型 也不用談什麼結理 這是一堆 細細的東西湊在一塊 所以他的硬度也很小 硬度也很小 好 那下一人是 先跟你講 好的黏土拿來做陶瓷 插的黏土拿來做磚碗 紅磚頭 紅磚頭 好的黏土高黏土 好的黏土 長石風化繩高瑜 用來做陶瓷 就是裡面用那個石器 石碗 石盤 你家的碼口 你家的碼口 石器知道嗎 你家的碼口金座的嗎 紅磚頭 好 就叫人實作 石器 好的黏土拿來做陶瓷 他差點就在做紅磚頭 紅磚頭 紅磚頭 他用 欣賞一下看看就可以了 OK 好這是他的 紹源寬物 請問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